補充兩個小技巧 一個就是說 我們剛剛這樣子 做動畫沒有問題 那如果老師要做一閃一閃一閃 這樣怎麼做 你看我們外面的迷紅燈有沒有很多都是一閃一閃一閃 對不對 你要閃快一點閃慢一點都OK嘛 但是怎樣才能夠一閃一閃 是不是就是一個有一個沒有 那我就可以利用這個動畫的方式來做 如果你看我們在這邊 你看我們先用這個 如果我要愛心 那我可以把這個複製起來沒問題 可是我要一個沒有的 你看我把它重設 各位老師來聽聽我們剛剛講沒有是不是就全部都是0 16個0 所以這樣就是沒有 所以我會把它複製起來 那現在呢我就可以回到這邊來 我找他對不對 找這邊我要做動畫 我要做動畫 這個我先拿掉 我來這邊 但是我只要兩個就好 這裡 列表是預設三個 所以把它可以看到使用 你要留意一下就是齒輪按下去 好在這裡齒輪按下去之後 如果我只要兩個 這個拿過來 有沒有都不見了 那一樣的 如果你兩個不夠 你要增加丟到這裡 我剛開始用這個都很不習慣以為想說就直接把基木丟到上面去 沒有 但是它是從在下面這裡這樣直接操作 那你用完了再按一下齒輪 它就衝起來 好那我現在剛剛呢已經有兩個囉 所以我就來這邊把文字拿進來 再複製一個 好 沒有的我先貼進來 那有的 我再把它貼進來 剛剛有的沒有扣到 沒有關係 清醒清醒 好 複製 拿過來 這樣子我們來試看看喔 有沒有這樣就一閃一閃 那當然我這邊也會一閃一閃喔 對不對 那你要閃慢一點 我們就把這個時間 調長一點 這樣子就有了 就有霓虹燈的效果 所以你 這個時間點你就可以自己去設定 你看我們現在有用這個板子 這個底板 有沒有這樣我要看不同角度相對比較方便 對不對 就比較不會動動丟丟這樣子 雖然風雲氣比較抱歉 我還是讓他流落在外面 可是這是為他的壽命著想 好 這樣 老師OK嗎 這是第一個小技巧 那第二個小技巧就是說 老師你可以想一下 我們剛剛用的是 動畫對不對 就是整個畫面切 那如果你用的是跑馬燈 我們剛剛並沒有講到跑馬燈 你可以看到這裡有一個跑馬燈 跟跑馬燈 跑馬燈跟動畫有一點點不一樣 跑馬燈的話呢 他預設 在這裡是不是只有一個圖案 這裡只有一個圖案而已喔 所以呢 你看 我們先執行一下 有沒有看到這個臉 這樣在跑 因為後面一樣是笑臉 可是如果我跑馬燈 可是如果我跑馬燈 我可不可以用一串文字 一串數字 可以的 如果你想要 我在這邊顯示一段 這個文字 你就把這個內容 把它換掉 換成文字 記得喔 是不是英文 你可以直接打英文 好那我們就用這樣子 來我們測試一下囉 有沒有一串字就過去了 這樣就跟我們 生活上的這個 條狀型的跑馬燈 就一樣 那這個數字也可以 中文怎麼辦 可以打中文嗎 你可以打看看他就不理你了 哈哈哈哈 那如果你硬要用中文不行嗎 其實是可以的 你看我們在這邊 我們剛剛在這裡 它裡面不是有一些圖案嗎 也就是你要用中文的話 要用圖案的方式來做 你看 下面這裡不是有大中小嗎 有沒有 圖案 小米 有沒有 窮 只要你的筆畫不太複雜了 其實是可以寫上去的 只是要當作圖案來處理 那重點就來了 我只有一個 你看 好馬燈是不是只有一個 那要怎麼接兩個 像我們剛剛列表 可以接兩個 這個時候你要留意一下 我們要用的方式 不是用列表 是要自串 用自串我們可以把它接起來 你看我在這裡 在 這個基本功能這邊 基本功能這裡有一個文字 有沒有一個建立自串 我可以把不同類型的 比如說英文數字跟圖案 我就可以通通接起來 因為我們剛剛如果是同一個自串裡面 這裡面你是不能加上圖案的 也不能加上數字 因為這樣就跟這個類型是不一樣 所以我現在就要告訴他 很抱歉 我這邊要的不是只有像這樣一個 我需要把它 組合起來 我用這樣就好 就接在前面 好比如說我有一個英文 你那個類別還是要用對 有沒有我這樣是英文的 我還是前面要用英文 你不能直接就 就直接接這樣 這樣也會不成功 好類型還是要對 然後再來我想要用一個 來 I love you 好這裡 這裡 那不夠的 我就再增加一個 對不對 好那再把這個 放進來 這樣 好 可以看看 有沒有這樣就圖案又有文字 那你加數字也可以 可是 同學通常會錯的就是在這種地方 因為類型沒有加進去 類型一定要加 不然就會出錯 所以我雖然跑碼燈只能跑左右 也只能一個方向 跟一個文字 預設的 但是我們透過字串 可以把它串起來 這樣效果就會好很多 這樣兩個小技巧 跟老師稍微補充一下 因為我覺得這個 其實 你沒有想到的 通常 同學都會想到 他會問你 老師這要怎麼辦 OK